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仙老师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位资商心理师 我在高建公职教授科目是三等饭访的智商辅导 与附近部份的智商辅导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考课的准备要点 那上次如果有听过五分钟短短的版本 我们有稍微讲一下高建公职在这部分 其实往年也有好多学生都考得很不错 那他们在资商辅导与附近保护这个考课 都有高达八九十分这样的程度 有同学考九十一有同学考八十九 那我来看一下同学的成绩 那其实资商辅导师他们在所有考课 因为他们是考最高分的哦 那我觉得这个科目我觉得拿分并不是太难 那因为他的考试范围就是四提升论题 那我们今天会来讲一下 他的考试范围跟考古题的部分 那上次我有听过五分钟的这个 五分钟我录的影片里面 我有没有稍微讲一下考试范围 命题的大纲 那今天这一块我会比较快的带过 如果同学想要听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可以回到上一支影片 那在智商辅导也附有保护这个考课里面 基本上他主要要建构能力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核心专业知识与核心能力 这边有四点 主要其实是希望第一点 其实他的大方向就是你对辅导工作的了解的程度 那第二点其实主要是智商学派的首席 第三点就是孝氏法的部分 那因为前阵子购后安不太均催事法写小灰修正 那第四点其实就来讲家暴性情的这个防治工作 所以命题当刚也根据这四点去做延伸的命题 所以第一点呢 他其实会谈就是你对辅导本质的了解 专业的伦理相关的技术 还有团体生涯 那事实上在我们的考试里面 团体其实其实警察是不会带团体 那因为我觉得命题当刚因为有这一块 所以其实我们有考题也有考到团体 那生涯辅导生到现在是完全没有考过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声这样 所以不带忙命题当然有的会考到 我们待会带大家实际看考古题 那第二个呢 智商的理论与技术这边呢 其实我们他列出了11个学派 那有没有每个都考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在这个考课里面 我们主要服务的要是富佑保护嘛 所以富佑保护里面主要议题是家暴性情啊 跟所谓的少年事件相关的 那所以其实会用在这些的学派是比较限缩的 那比较少 大概主要是以完形 然后呢 跟小部分的家族治疗 还有认知治疗 那前阵子要考到后现代 但是其实后现代完全没有在我们的考题大纲 但是还是出现了 那因为智商学派本来就非常多元 所以这部分都会出现 然后其实他有给没有恋爱上面 就是其实这几年 因为创伤不断的出现 就是这年代 我觉得是一个创伤盛行的年代 我们有非常多的家暴性侵霸凌 好之前V2也非常多 可能性侵性骚啊 然后网路上的霸凌啊 然后网路上的各式各样的数位性别暴力啊 这部分都是充斥 所以我觉得这年代的创伤真的很多 所以他也没有去列到创伤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在考题其实有考到免惠教 好那再来就是少事法这一块啦 那少事法这一块其实大多会是富有保护老师教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是智商心理师 所以少事法这一块我们大概都是知道一些内容 但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学这个的 那当然我们看法条也是可以解释 但我觉得高建非常的专业 所以他有多请一位老师专门去处理 教授少事法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的确智商心理师教 我觉得比较没有说服力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不管在研究所 或者是我的执照考试里面 其实我们都没有考少事法 所以我的确我的专业比较薄弱 而且我自己在工作里面也比较没有用到少事法 那家暴与性别暴力这边会考有关 我们的法规然后认识的观点 然后家暴怎么预防 家暴的措施怎么保护被害者 那性侵的相关的一些想观点啊 然后还有说性交易这部分都会考到 那这部分算我们的考题大重点 很多他的学派也是考在应用这边 那这一块我们也是两个老师去教 法规部分我大多交给各保护老师 那有一些心理状态的部分就是我去做考 去做这个教授的部分 好那呢考考题的整理是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以往面对大考是怎样 你是认真规划型的吗还是走的不算不 我自己本身来说其实我一直都在考试里面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讲坦白的啦 我从小到大考试都不是 我觉得这的确可能跟我认则特质有关 我其实有点是一个不是很有耐心的小孩 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在考试里面 但我有一个很厉害就是我规划能力很强 所以我非常会去预测考题 那我把这样的能力交给大家 我觉得也不只是用在这个考课 你也可以学会这个技巧去用在所有的考课里面 好那基本上呢我怎么去限缩自己的读书范围 这个叫策略型考试的人的一个能力 就是一个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会去知道我大概读到哪里 我可以拿几分的一个学生 所以我会去思考一件事 我的时间怎么去做最完美的运用 比如说我要拿到第一名 可是我可能就某一科比较弱 那我就把时间投注在某一个强科 那换算下来我应该还是可以拿到批语这样的概念 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花这个时间也许在 我英文不是很好说我可能英文会拿几分 然后这个数学我可能可以拿 可能因为我花同样时间去读英文 可能英文只能进步十分 可能数学可以进步十分 所以我会选择呢 那我就是多一点时间花在数学 但少一点时间花英文 但是我综合起来我的课题会更高分 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可能都是这样策略型读书长大 我并不是那种就是哦 匆匆读到尾 然后每一科都很强的那种小孩 我并不是那种均强的孩子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是 强科发展弱科维持的学生 那所以我在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 我觉得这是人格特质 我其实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我发现数学很强的老师也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那就是一场数学 所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 你的考试是一场数学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考科 你的考科其实非常多科 那它其实配比占分都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我知道 资商分解副有保护在里面是算专业考科 那专业考科它其实是 它有两科我觉得是法规跟郭文 有点忘记了 它是一个只占10%还20%的分数 这个很细的我真的有点不太记得 但我记得它的专业科目的是 平均起来然后占80%吧 应该是前面两科占20% 后面占80% 那你可以去想一下你自己的强弱科 我真的会觉得 假如你的强弱科很明显 就是有些科目你读起来很轻松 然后比如说像你大学可能就读过 我之前有教另外一个科目 因为我大学是生物系的这样 所以很妙我转行 所以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资商诅导不觉得太难念 是因为你看连我连生物的都可以转行 当资商心理师 我想同学大家不要害怕 我想你大学应该再离得再远都没有我远定 就跟我一样完全不相关嘛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学 只要你跟着课程好好的念 其实是不会很困难 你看我自己大学念生物 那我自己转行好多研究所 考过资商心理师执照 所以其实只要稳稳的跟着走 不是那么难 所以我们回来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呢 我觉得分析考题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考科只考四题生论题 那我们刚才讲四大类呢 其实我把它重新做一个分类 是因为他其实考的都会是家暴性侵 然后青少年跟资商辅导专业 大概是以这四类 那他大概就是一个考科 可能其实我们前面的命题大概 他可能就是一个考一题 可是他可能是家暴然后去考你怎么去防治 或者是你怎么了解这个辅导 所以他其实主题上我再把它分的比较细一点 那所以其实四题嘛 以生论题来讲就是考生不考广 所以你要去了解说你的强 就是说你的大学或你的过去 你自己对这个东西的了解 也许你的专业科目里面 这个考科也许是你的强科 也许是你弱科 我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个就是你过去的背景 第二个你对课程的兴趣 吸收程度然后阅读理解的能力 因为其实我们上课大概主要 我之前有刚好庆功有跟做考91分的同学在一起 然后说他主要就是上我的课 然后再加读我们的圣经 Kory的智商辅导与实物版 我忘记他的书名我永远都记不得 但他的作者就是Kory 那本书就是我们这个圈的圣经 但是他的名字我就觉得很拗口 反正大概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个同学就考91分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考课 我觉得看人 他要准备的东西就是不多 就是以我们上课再加一本书 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他的困难是他考应用 所以我会觉得同学可能比较常是你闲暇时候拿起来想 那我们其实做这个考古底分类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考课练习做 那我自己上课其实是有帮同学从100 应该是103年 102年就一路分到112 那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列出全部 主要是因为PBT练全部也很多 再来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考试他在 他在108年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所以我觉得他的考题也变化的很大 那前面考题我觉得没有参考价值还是有 他我的上课的风格我是依据 我是先看过所有考古题考了什么 然后我依据考古题考过那种去编我们的讲义 然后再去延伸加其他东西 就是他有考这个主题 然后他可能只考一点点我把它加到很满 就是他相关的我们都加 这是我以前在准备考试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生论题是考生不考广 那当我们有考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全部交往 那比如说像大家看到就是说 我的分类就是家暴 他有考过是成因跟类型 但是很久之前 所以大家看这个空格是没有 就108年之后没有再出过 这4年没有 那法令跟程序还有考过家暴法 那性相关的主题包含很广 从性少到性侵 那在去年考过受害人的辅导 在前年考过强制亲子里面 跟跟性有关 他这个应该是在家暴 但他这个格子有点跑掉 应该是这个是家暴的食物应用 对不起 那个分格没有分得很好 这个食物应用是否家暴 所以在112年在食物应用里面考过 家暴受害人的辅导 114年考过强制亲子 那在性相关的主题呢 法令这边过去考过 但这4年没有考过 食物这边考过家内性侵的处理 然后跟114年考过智商伦理 然后109年考过社区辅导网 针对性方面的 性骚性侵这方面主题的防治 那你看其实我就会做这样分类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考题 所以像以往我们自己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自己会花一个下午吧 近10年至少近5年到10年的考题 看过一次 去了解他出题的脉络 因为其实生论题很有趣 是因为出题的老师就是改题老师 所以他不会出一个他不熟悉的题目 所以像以前我们在考研究所 其实是甚至可以预测到 今年可能是谁主题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研究所老师就是那些 所以他就是轮流出题 那他擅长的学派就是那些 所以他是不太可能去出别的学派 因为他改也会很怪 那我会觉得108年之后 后来我在他们108年之后 好像似乎都是请外面的老师出题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考题是有在飘动的 其实108年之前的考题是蛮容易预测 因为他考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理论 或者是蛮政令宣导 可是108年之后 我觉得他考的东西真的难度又提高 那再来是我觉得他跟外轨考试有个很大的差别 大家请你注意 因为大家可以没有看到这边的考题 如果我们以法规来讲 这就要有标准答案题 比如说110年考这个家庭暴力防治网 其实他算是有标准答案的 可是像他在考食物运用 大家有看到说其实家暴跟性相关的 他都有考食物运用的部分 这部分跟外轨考题差异最大 其实外轨考题是不考应用 他们基本上只考理论跟法规 所以应用就非常难 比如说他考到受害人不到 这件事情可能你请5个心理师 10个心理师 100个心理师 大家写出来东西都不见得相同 因为每一个人的学派不同 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 所以我在教的时候 我其实是比较以我自己 我觉得怎么做会是比较好 但我也会跟同学讲说 这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会觉得 我写这个是安全的 是因为他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主流 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在现场 我自己还在食物现场工作 那我会觉得在食物现场工作里面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主流学派 我就会觉得大家可以紧张这样写 或者说我们不一定写主流学派 而是我们去写这个人的 比如说受害人他可能会有PTSD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他PTSD的症状 那帮助他可以回问 那这件事情 其实你切分所有的学派都可能是做得到的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去处理 所以我会跟同学讲说 事实上对不起 我们上一张 没有一样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也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去把你的考题分类 然后开始抓他的范围 那其实有些没考到你就不要读 比如说像我们看下一张这张PTSD面 我里面就分青少年主题跟智商专业主题 那青少年主题他在法规就考少事法 那少事法有考到 你少事法觉得要从头到尾都读得很熟 因为生论体考生不考管 好霸凌过去考过 可是这几年没有考 我上次还是会教 因为的确在青少年圈霸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在青少年这边呢 他就考这两块 对不起我那个分线没有分得很好 我们资商专业应该是有三个 就从资商学派、资商技术到伦理 好那比如说以资商学派 在这四年考了什么 你看他真的是创商为大宗 你看110年考PTSD 110年考创商是行 这两个没有其实是一个呼应的 好他其实就是创商嘛 他也是创商 所以创商在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大考题 就是你看前面我们才考那个受害人辅导 那110年考了后现代 然后110年考一个精神疾患的判别 这个都是比较学术理论上的东西 他考出来 那你看这四年考题是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有换人书题 可是你大概会抓到他 有像那一年会110年会考精神 109年考精神疾患 是我记得那时候刚好疫情有几个精神疾患 因为口罩事件有攻击了 所以他其实会跟着时事在滚动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考虫班里面会去补充的东西 就是最近时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再来是资商技术 其实这些资商技术我觉得都还蛮基础 就是资商吸引师必备要件啊 那这个我们就都会教 那所以我们会去整理这些考题也是让你知道说 因为我们会教什么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读书的重点 避免说像同学如果有同学就很焦虑 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年下来教的时候 就有同学教育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所有资商学派都教 所以我内心想说 其实没有考这么多 但是我正课班其实有都教 我还是有多多讲一次 只是我跟同学讲说 会考比较多的学派我会教比较细 那比较没有考的学派我会比较快略过 因为我们的课堂时间是有限 那在轮廷里面还考的蛮基本就是保密 然后也有考性侵害相关的轮廷 还有在讲资商式的价值冲突 那所以你看当我们去做这样整理 你是就很清楚 这个考试在考什么的脉络是更清楚 就不会像看考题大纲那么的粗糙 那你对于要读什么书 读书的重点跟思考重点其实会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试听到这边 这大概是我们上第一堂课前面 其实我们会会花时间讲这个 那因为我今天只有讲大概四年 我们证课的话 其实我会分析比较长的脉络 那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来上我的课 好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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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